欢迎来到陈氏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TODS盈利翻一番 代言人肖战功不可没 官方霸气为肖战点赞 近日 网上有媒体报道TODS的盈利情况吗 没想到官宣肖战为品牌全球代言人后 取得了肉眼可见的效果 无论是零售还是批发渠道 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稳健两位数增长 盈利直接翻一番 作为代言人的肖战自然功不可没 值得一提的是 官方在报道的时候也忍不住为肖战点赞 封面就是肖战 不言而喻 据悉TODS集团 公布了去年的盈利情况 直接翻一番 各项数据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市场彻底打开了 无论是知名度 销量 影响力等都取得了佳绩 肖战展现出了强大的商业价值和影响力 可谓是功不可没 另一方面 媒体报道的时候直接为肖战点赞 封面大图都是肖战 满满的都是认可和支持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示一直都在支持这家品牌 坚定选择肖战 还给到了肖战最高级别 在肖战参加海外活动的时候 品牌方给足肖战牌面和至高无上的待遇 这些大家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是实打实认可和欣赏选择的代言人 作为粉丝 大家的态度非常明确 支持肖战的代言品牌 亘古不变 总之祝福肖战 也恭喜品牌方 事实证明选择肖战没有错 每一家品牌都是这样的效果 希望肖战继续努力 接下来的肖战 主演的多部作品都会陆陆续续 和观众朋友们见面 保持期待 拭目以待 相信实力派演员肖战 肖战太棒 未来可期 玉古遥霓虹版DVD发行盛况空前 海外热播 力正时影魅力席卷亚洲 日前 由中国内地爆款电视剧 玉古遥改编的霓虹版DVD BD Box 在日本市场开启了手卷的预约活动 引发了广泛关注 这部由当红演员肖战主演的 东方奇幻浪漫爱情剧 在国内播出期间 即创造了多项收视奇迹 并以其精良地制作 深入人心的故事和主演们 精彩的演绎 在国内外收获了极高的人气和口碑 玉古遥的霓虹版DVD BD Box 总共分为三卷 分别计划于6月5日 7月3日及8月2日逐步上市 满足了日本观众 对高质量影像收藏的需求 不仅如此 为了让更多日本观众第一时间欣赏到这部热门剧集 官方还宣布玉古遥将在日本主流网络视频平台 Unex上进行优先独占播出 足见该剧在日本市场的受欢迎程度 以及发行方对该剧海外传播的重视程度 回顾玉古遥在国内的辉煌战绩 他在各大电视剧排行榜上 均创下令人瞩目的佳绩 无论是V棒 孤独 猫眼 灯塔等权威数据平台 该剧在连续18天的时间里 播放指数稳居第一 足以彰显其强大的市场号召力 剧中男主角石影的扮演者肖战 凭借出众的演技和个人魅力 使得石影一脚在V棒角色新媒体指数上容应榜首 更是在俄视频的角色热度上创下了历代最高纪录 微博WB媒体指数同样跃居第一 足见其角色塑造的深入人心与广泛的粉丝基础 玉古遥以独特的故事架构 细腻的情感描绘和视觉 效果卓越的东方奇幻元素构建了一个扣人心弦的世界 石影这一角色既有古典文人的青雅托族 又有现代英雄的坚韧担当 独特的性格魅力深深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目光 无论在中国还是海外市场 都展现出了难以抵挡的吸引力 此次玉古遥霓虹版DVDB Box的预售启动 标志着该剧正式进军日本市场 不仅是中国优质电视剧内容出海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更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 在数字化时代 实体媒介依然保留着独特的价值 对于忠实粉丝而言 拥有高清画质与附加特点的DVDB Box 无疑是珍藏这一经典剧作的最佳方式 玉古遥以其实力揽获各项电视剧榜单桂冠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电视剧制作的高水平 和东方文化的无穷魅力 时影这一角色不仅成为了观众心中的经典形象 更为中国电视剧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增添了分量 随着霓虹版DVDB Box的发行 以及网络平台的读播 相信玉古遥将在日本乃至整个亚洲地区 持续引发热潮 进一步推动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和影响力提升 而时影的扮演者肖战也将 由此角色在国际上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也难怪肖战无论有什么动静 那上全球热搜都是分分钟啊 肖战为什么资源这么好 最近肖战的资源可谓是一飞冲天 先是在徐克导演的电影《射雕英雄传》饰演男主郭靖 后是在郑小龙导演的电视剧《藏海传》出任全谋巨大男主 其实以前我聊肖战的性格就有一个 他很老派踏实 这在是年轻演员里少有的 肖战虽然不是科班 但是他早期资源一般的时候也是认认真真对待每一部作品的 肖战很特殊的一个现象就是 从他有知名度到顶端时间其实很短 早期拍的剧不多还扎堆一起上 以他的关注度以前的剧在成名之后 不但凡摆烂肯定会被用放大镜审视批判 可以说肖战算是被逼得无法试错被迫飞升 毕竟换个人这么弄不飞升就查无此人直接退圈了 肖战永远珍惜那个当下最好的选择 所以不管哪个阶段的作品都不怕任何时候播出 这样的演员根本不用担心他会不会资源变好 更何况他的价值不止于此 现在浮躁的市场什么东西强营销都能说报 很多演员妄图随便拍拍拿一些题材做跳板 他们自然不会下水把自己搞得狼狈 甚至说有些局他就不会把预算放在实景上 所以真别纳闷肖战为什么能拿更好的资源 遇到更好的班底 他的实力只会被越放越大 认真拍戏踏实的演员 遇到认真作剧的班底 才会一加一大于二 为什么他在GQ采访里会说 希望今年合作更好的团队 这就是有追求的演员最想要的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